欢迎收看多肉植物养活技巧大全的系列课程 我是主持人樱木 在家庭盆栽养多肉植物的时候 很多花友都会出现多肉植物僵苗的现象 会发现自己家里养的多肉啊 似乎停止了生长 不再变化了 怎么都不动 不长 让他心里非常的焦急啊 这个是很多花友经常遇到的多肉植物僵苗的现象 那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技巧去打破多肉植物的僵苗呢 这堂课程啊樱木将详细的教会大家 接下来我们来看吧 好的那首先樱木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多肉植物的僵苗 那多肉植物的僵苗呢 指的是多肉植物养了一段时间以后 你突然发现你家的多肉植物呢 它不生长了 就是它僵住了顾名思义 不动了不长了 并且呢 这是第一个征兆 就是叶片不再发生生长 而且生长 而且是长期的 好几个月它就不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呢 它的枝干上出现大面积的气生根 什么是气生根呢 我们把镜头啊 拉进去给大家看看 大家看看 这个多肉就有 看到没有 气生根是指啊 这个根呢 没有长在土里啊 而呢 长在它的颈干部位 你看这些 须根看到没有 这些须根就是气生根 这一株呢 还是很少的 很多花有家里的多肉呢 可能啊 非常的多 而且啊 还出现了不生长的现象 这两个现象 缺一不可 如果仅仅是长气生根 并不代表它僵苗啊 仅仅停止生长 没有气生根呢 也不能说它完全僵苗 那它过段时间又会长 如果呢 又有很多很多的气生根 又开始长期的不生长 这个时候啊 就是 多肉植物的僵苗出现 那出现僵苗的原因是什么呢 主要是由于啊 多肉植物生长的环境不适 比如说啊 长期的缺水 第二个 长期的肥力缺乏 容易导致它出现这样的现象 像姜苗呢 容易发生在老庄身上 小苗一般都不会 老庄比较多一点 那发生姜苗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这里啊 应该具体来教大家 那如果你发现 你家的多肉植物呢 一旦发生啊 这样的姜苗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操作 来打破它的姜苗 其实植物它的生命源 在根系上 因此我们打破姜苗 主要从根系上着手 下面应该教大家怎么操作 我们可以呢 把多肉植物啊 从花盆里面取出来 取出花盆 这株的话 它的这个土比较大一点点 轻轻的给它拿出来 好 当你呢 把多肉植物取出花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根系的情况 和土壤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们把它整个土球呢 给它打散 如果你是姜苗的苗 就给它全部打散 打散呢 露出根系来 露出根系来 然后呢 找准这个根系里面的老根 枯根 浪根 这样的根系 对它进行修剪 这个时候注意啊 这个时候注意 我们呢 主要是找这些老根 枯根 浪根 以及呢 你还要观察一下 你家的多肉 根系上呢 有没有虫害 有没有病害 像虫害很好看 就有虫子 病害的话 比如说各种各样奇怪的 白斑呢 黑斑呢 等等这种现象 你还要观察观察 有病害 等会我们还要再说 我们首先说 拿到这个 清理出根系之后 我们首先做的第一步 修剪 我们用一个剪刀呢 把这些老根 给它呢 修剪掉一些 修剪掉一些 好 但是呢 我们只剪一些 就把一些外围的老根 剪一点点 不是呢 全部剪光 这一点话 你们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修剪根系的目的是什么呢 植物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根系如果一旦被修剪啊 会诱发它 生出大量的生长激素 这些生长激素啊 能够诱发根系快速的生长 根系重新萌发生长以后 僵苗的状态就会被打破 让它重新的开始生长 恢复生长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修剪的目的 那修剪完成之后 如果你家的多肉 根系上面有虫子 你看到了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病害 很明显的这种黑斑白斑呢 等等 那你就把你的多肉的这个根系啊 泡在多菌磷水里面 多菌磷呢 可以稀释一个500倍到800倍 浸泡在清水里面啊 浸泡一个5分钟到10分钟 以后呢 浸泡好 因为我这一株啊 没有这个病害 我就不浸泡了 然后呢浸泡好之后 我们把这个苗啊 把它晾在一个通风的 散射光的环境里面 晾好之后 我们呢重新的上盆栽种就可以了 那注意 再次栽种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用原来的这个土了 重新拿干净的营养土 给它栽种 栽种完成之后呢 养在一个通风散射光的地方 暂时呢 不要去曝晒它 在这个位置呢 定养一周到两周的时间 再去搬去晒太阳 有这个过程 就可以打破它 浆苗的状态 这个就是处理多肉植物 浆苗的迹象 好了 那这一堂啊 关于多肉浆苗的处理啊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加收藏加转发 我们下谈课程 再见啦 关注加收藏加转发